9位女性组成的炮班表现不输男性 未来教招也不再是男性退伍军人的专利 国防部13号预告修正 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 女性只愿意退伍后将通通成为后备军人 为了使女性军官士官士兵权益的一致性 现前做法是只有女兵退伍后有机会被教招 女性军官士官退伍前可自行勾选 是否要成为后备军人 未来服役条例修正后 则是通通纳入后备役列馆 而国防部去年实施14天新制教招 17号再公布后备动员新政策 今年第二季开始事办志愿教招 开放后备军人上网报名 很多人想要来我们也听到声音了 14天教招有三个提次 5到7天的教招有70个提次 来开放报名志愿参加教招 那其中女性的部分 北中南东等招姓的单位 我们来实施事情验证 男生在四五百位左右 然后女生可能会有两百多位 报名志愿教招必须退伍12年以内 符合假等或疑等体位 不能涉及内乱外患 酒驾赌博毒品等罪 而参加5次以上教招也能获得奖金 第五次起我们都会发给召集奖金五千元 五到七天的我们是以一次来计算 那14日我们是以两次来计算 后备战事年度内达到29日以上 我们就以一次来计算 不只推出奖金诱因 鼓励民众自愿回营 军方也小规模示范女性教招 未来可能扩大实施 就是希望在台海局势紧张当下 增加后备动员能量 华氏西纹机关黄熙宇台北报导 嗨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